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来西太平洋进行战备部署 这次巡航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卡尔文森号携带了12架F35C隐身舰载战斗机 这是前一段时间这一艘老航空母舰现代化改装的主要内容了 在航母上配备一种新飞机并不仅仅是让它能够起落就可以了 要建立全新的支援保障系统 加装维护保养的设施 还要让全上的航空管制部门熟悉新飞机的运行的特点 F35C的飞行员本身还要熟悉航空母舰的起降 飞行连队各个岗位的官兵还要和航母上的相关保障部门彼此熟悉 才能够让新的机型融入航母形成现实的战斗力 当然了美国海军在航空母舰上使用的战斗机的经验 比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要丰富 但即便如此 卡尔文森号改装F35C也用了不短的时间 由于这种飞机的价格昂贵 运行维护的成本又很高 所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交付的F35C的数量一直不足 这一次卡尔文森号带出来的F35C一共只有12架 也就是一个中队左右了 卡尔文森号的到来 中国周边就将出现更多使用F35的作战单位 我们从北往南手 分别是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 另外还有刚刚穿过巴士海峡 进入到台湾以东洋面的英国伊丽莎白号航母 再加上即将来到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 如果把这些F35加在一起 再算上美国在关岛附近部署的20多架F22 那现在我们中国要面对大约100架左右的 第四代隐身战斗机的威胁 这个数字听起来是够瞎人的 然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好像也没有什么如临大敌的样子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大致来分析一下 首先中国在反隐身雷达方面进展巨大 在几届珠海航展上 中国多次公开展示多种具有反隐身能力的中远程 甚至是超远程的预警雷达 F22与F35的机体无论怎么隐身 但是他们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发动机引起的电离层的变化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在新体制雷达面前无法遁形 F22与F35的前项隐身效果很好 但如果是卫星从上方或者是后方 它同样的是能够被发现的 再还有某些波段的雷达发现不了 不等于说其他波段的雷达发现不了 更不等于说微波红外可见光发现不了 另外他对电视信号的干扰 一样的可以暴露自己的位置 后平时期啊 你美军的看家宝贝不藏好 天天拿出来炫耀 那不正是我们希望的吗 还有一个美军从根本上无法回避的问题是 无论什么四代机都是需要起降平台的 不是机场就是航空母舰 解放军有足够多的手段 把这些起降平台给铲除掉 F22标准作战半径1500公里 只能从空军基地起飞 离开了加油机的保障 它连第一岛链都进不来 F35C的作战半径呢 1100公里左右 可以从航母上起飞 但战时美军航母是不敢进到 离中国海岸2000公里范围内的 F35用来对中国作战 同样需要进行空中加油 所以这也从根本上揭露了 美国军事战略中的一个巨大的漏洞 美国人反复强调所谓的大国竞争 真正大国之间的战争 是没有任何投机奇巧的可能 只能依靠国力来进行比拼 不论多么先进的兵器 也需要体系的配合 并且具备足够多的数量 指望一两件新式武器来决定战争胜负 任何时候都是不现实的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